它散的這個範圍就越寡 你就很難去找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們已經完全都確認了 那以下的一個 從那個可能 現在重點就在這裡 我們再回到剛才宏宏哥第一個小時所講的 它到底是一個半小時的時候不見 還是兩個小時 你那個會影響到它的距離 所以你現在可能 它那個海域太大了 就是說可能或許它還在收 沒有完全收完 現在是幾個國家的都觸碰 六個國家在搜索 六個國家重點就是 出動了幾十架飛機 幾十艘船 到現在沒有人找到 到目前真的沒有找到 我們提到就是說 對不起 總部我差一個話 就是吉隆坡這架飛機 飛到越來越是這裡 他說越南的海面南部 因為這才算的嘛 你兩點鐘才不得到哪裡都算出來 可是它是不是兩點鐘呢 可是因為 也沒說 以他們這種國際線的航數 時速至少大概五六百公里 你只要私事時間差一個小時 距離就叫六百公里 六百公里 那個要找多久 對啊 我現在就是說 要讓大家知道說 它可能飛到這裡失速 飛到這裡失速 這個海面這裡可能幾百公里 這樣要搜索就很困難了 對啊 沒錯 這個是現在發現的 說是兩道油漬 兩道油漬 對海陸在這裡 他們懷疑說 這就是飛機的機翼撈出來 對這個地方下去 已經搜過了 你現在講的是水面下 可是沒有人 如果你是飛機從這裡撞下去 這麼複雜 照你說它也有 那附近一定會有一些東西浮上 對啊 對不對 你說我們的行李 不然法航怎麼兩年才搜到 行李會搜到嗎 再來是椅子會瀑起來嗎 對啊 一定的 救生圈會瀑起來 對啊 救生衣小東西瀑起來 照理說很多會浮上來 可是都沒有啊 這樣 這個是唯一現在找到了 其實我都懷疑這一塊是不是 搞不好是一個小三版的殘骸規定 因為本來也有找到幾塊 因為它沒有撈起來 後來美國找到那幾塊也排除說保濕 找到了油漬 油漬的部分 當然你要去鑑定說這個油是什麼油 跟這個777飛機用的同樣的 對啊 其實那個 這是第一個 去鑑定就知道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剛剛每人一起叫法航 法航這一次的空難 我覺得也要拿出來跟馬航 來做一個分析 是它有一些症狀很像 當時法航這架飛機 它從巴西要飛到法國去 結果它的 我先講它的機型是A330 就空中巴士330 然後它當時載了228個人 它是晚上10點起飛 空中巴士很好做的 是 還不錯 是 還不錯 但它從晚上10點起飛 它跟馬航很類似的是 它也是飛了兩三個小時 突然從雷達引不上消失 馬航說它是兩小時 馬航說我們先尊重它說 它是飛了三個小時 發航 飛到了差不多凌晨1點33分的時候 它飛到了塞內加爾了 在上空 結果它就不見了 你知道就這麼巧 有一個西班牙航空 彗星航空 它遠在2000公里外看到了 他說他當時看到的這架發航 6秒鐘掉下來 直接墜入海面 這架發航墜入海面之後 西班牙彗星航空說你也看到了 好 那我們就去找 可是剛剛年換航不是提到了嗎 海運那麼大 你要怎麼找 找了兩年 你找了兩年之後才找到 找到之後因為他 他怎麼找到的 他已經整個塵在海裡面 我也不知道 沒有 他會找兩年的原因 一定就是他當時 一開始研判的失事地點 跟實際找到殘骸的地點 其實是差距很大 好 結果找到之後 那我們要講黑盒子 根據他們對於黑盒子的解讀 就發現第一個解讀報告是 我沒有辦法判定失事原因 我就是沒有辦法判定 可是後來第二份解讀報告出來之後 他們就講就是說 可能可能比較歸咎於 就是當時的飛機 的確是失速了 他們發現 那時候飛機在自動駕駛的時候 一樣也是在FL350 就是35000英尺的時候 可是正駕駛當時是在休息 由副駕駛在駕駛 自動駕駛 可是後來發現飛機就失速了 失速之後正駕駛立刻進來 在1分多鐘之後 他立刻進來 中斷了自動駕駛 那改為可能也許是手動駕駛 可是 已經擋不住了 爬到了38000英尺的時候 當時據黑盒子紀錄 這個飛機 他持續還在往上飛 結果後來就摘亂 那再結合到我剛講的 也許我引用了距離錯誤的那位 西班牙混淆航空的駕駛的說法說 他看到了那個光點 6秒鐘 啪 墜入海 那這樣結合起來 這個到底答案是什麼 無解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空洞巴士那個可能是他的機械駕駛 已經比較發行的一個 也是空洞巴士 欸 台語 西班牙畫畫 這次有偵測到就是說 那個飛機有急降200公尺 然後有翻轉 這樣駛 駛300 你知道嗎 我們有時候那個 東西在面上 要翻 要練下去的時候 會這樣亂駛駛駛 說駛300 三個就三個都 三個都就共有一個 定一駛一個 對 差不多有一個 對 可能是失控 那可能是失控 為什麼 那個 洪英哥我們剛才談到現在 這個是真的有真做到的 對 那現在馬國也很這個 說法曖昧 那我們剛才講了這麼多的可能 可能被打到 但是為什麼沒有爆炸的 可能是空中解體 金屬疲勞 可能是等等等等 還有一個可能 我們大家還沒有講的 就是國際的這個 資深的這些是非的 試飛員他們判斷的七八種可能當中 還有一種 就是機長人為因素 機長可能是不是他故意的 自殺 對 他故意要讓這個飛機 那是不是有他個人因素不知道 那機長如果要這樣做的話 過去是有這樣喔 機長自殺 機長如果要這樣做的話 就是有兩個 一個是他主動就是要讓這個飛機掉 可是一個飛機會有機師跟副機師 或許他們兩個意見會不一樣 如果在這個時候發生了爭執的時候 是不是有可能造成飛機突然要轉 因為你現在可以看到最後的雷達 偵測到說他是 又掉頭回吉隆坡機場 那就是剛才洪宜哥講的 轉回330度等於就 可是就不見了 後來就不見了 那是不是轉了一下以後 然後飛機失速了 就墜海 這是一種機長自殺 又或者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本來是應該要交給自動導航的時候 後來機艦出現了問題 而機師本身空間迷向 他往海面去了 然後他就下去了 那如果是這兩種可能自殺跟空間迷向的話 他的確是不會mayday 就是說他根本不知道現在什麼狀況 他完全已經不知道 然後機界有可能故障 我們剛才看到說 這個越南的塔台跟日航的機師 在跟他對話的時候 都可以約六的發現說 他的通訊的狀況可能不太正常 是不是他也有對外試圖聯絡 然後外面的人也沒有把他接到訊號 所以剛剛我是講的 機長自殺或者是機師的名相 我覺得特別就是馬來西亞的曖昧 這個裡面的中國乘客這麼多 因為他非北京的 對啊 一百多個 他剛好去參加在馬來西亞 吉隆坡他的一個世界佛學會 總共三萬多個人在那邊參加 他們是準備參加完以後要回北京的 還有畫家團體對不對 所以還有一百多個 我的意思就是說 中國政府也是很強勢的 你馬來西亞怎麼可以這麼曖昧 沒有清楚的回答呢 今天派調查小組已經到了馬來西亞去了 中國要求在最快的時間裡面 你敢呼籠 馬來西亞的曖昧 第一個就是說 他飛機是6點到 很多人去接飛機 他2點就沒去了嘛 他現在是6點到大家都要接機 都沒跟人說 到到8點就說 對 照理說你應該飛機一失聯 就立於時間就要講 你如果說10點了趕快大家來講半話 跟旅客講說對不起這架飛機出事了 不是 他都沒說 再來 他說 這個馬來西亞軍方雷達 說飛機有回航跡象 依照飛航常理判斷 任何在空中的轉向 或偏離航道的飛機 為了安全 飛機員都需要先向航管申請 要通報 馬來西亞的軍方航管 現在有很多的相關資料都沒有釋出 對 其實洪怡剛剛講那個說 飛機陡降200公尺 然後轉圈圈 其實大家現在幾乎都排除掉天候因素 因為其實講義就很好 對 可是我告訴大家 全空萬里 長榮好多年前曾經有一架飛機 桃園飛日本 在大概飛到沖縄上空的時候 遇到晴空亂流 那一次差點出事 還好長榮那個駕駛員反應很好 什麼叫晴空亂流 其實這是很多飛行員最怕的 因為他說雖然我們在起飛前 會有塔台告訴你沿途的氣象狀況 然後在起飛 因為飛機上面有杜普勒雷達 它會隨時掃描 前面如果有雲雨帶 它會閃開爬高或繞過去 可是晴空亂流 他們在雷達上或是地面的塔台氣象站 完全偵測不出來 它是突然來的 晴空亂流最可怕的叫垂直封切 垂直封切是很可怕的東西 就是你前面你覺得是一片晴空的 飛機飛到那邊的時候 會突然背一股力量往上帶或往下帶 長榮那一架就是瞬間落差 降了大概快1千米 有人受傷啊 對 因為 1千米 對 那很可怕 1千米是1公里 那速度很快 做停銷飛行 速度很快 就整個往上頂 對 所以後來從那時候 大家就交代說你在飛航期間 只要坐在座位上 一定要吸好安全帶 你講那個瞬間降200公尺 比較我覺得 現在也不能排除說碰到晴空亂流 因為它如果飛機瞬間下降 有可能是會在原地轉圈圈 可是現在大家就說 像我覺得要找到兩個東西 剛剛大家講黑盒子 黑盒子其實 它的全名叫做飛航紀錄儀 黑盒子是沒有聲音的 黑盒子它就是一堆數據 我現在飛行的高度 我現在的方向等等 另外一個東西很重要 叫座艙通話紀錄器 它是安裝在駕駛艙裡面 裡面包括正機師 副機師 像這種長城 現在還有一個機械師在上面 甚至有些 這個大概6個小時 大概不用兩組 大概一組機師 它任何對話都會被錄下來 而且那個是無法清除的 所以如果說 剛剛大家講的原因 就是說機長想不開 或是被恐怖分子夾持 座艙通話紀錄儀都會記錄下來 而且其實 問題是現在什麼都找不到 現在的飛機 你說即使被恐怖分子夾持 地面塔台都收到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有一個按鈕 他把聲音放出去 對 或是說它按鈕一按 那個航管一看到這個 就知道被截機了 因為有時候恐怖分子說 你不准講話 不准鬥 因為它是在機長的很隱密的地方 就機長可以馬上按下去 我補充一下這個 那個駕駛室不是你隨便可以進來的 就是不是說我在外面回來 我直接看到公司就進去了 對 它是可以反駛 不是這樣的 所以就是說 為什麼會在起飛一個小時 就算要截機 他就已經直接闖進駕駛室 以在你光景面衝 而且他不會 那他這個時候 就算他企圖要進來 他用槍或用其他方式 破壞駕駕駛室很好了 都有時間通知 他有足夠的時間告訴你 有人企圖要用駕駕駛室 所以那個民航局說 對不起 我補充一下 我們的民航局今天不是講 說有接到那個 一週前有接到 自稱反駕組織的 在這邊 那麼你想想看 這個更不合理 為什麼 如果是要攻擊北京機場 你幹嘛起飛一個小時之後 就開始活動 都還沒到 對不對 你如果要弄北京機場 你是不是應該是 什麼4點多處理 降落前1個小時再夾住 4點多處理就好了 你這樣就在海上就沒去 你根本沒有辦法 到你的行動 你根本連越南都還沒到 你看我們的情報做得好 沒有 洪一哥我跟大家報告 可是因為我們接到電話之後 就不理他了 不是 這個 沒有啦 有啦 後來有轉到國安局 國安局長蔡德勝有出來講過 不是 你沒有去通知北京嗎 北京自己也會有情資 有 我跟各位講 北京自己也會有情資 北京收到的情資 因為北京都有監聽我們的電話 對 不管是 就是自稱航警局收到 然後轉到給民航局 還是華航收到好 不管現在消息很亂 但是真的大家都就是 會互相通報就絕不會錯 可是我們剛剛一直在討論 一些原因會覺得 大家都有主觀的想法說 這不可能 但是很多事情就是 你始料未及 就像我剛才講說 法航這架飛機 鑑定報告出來 他不敢講死原因 一開始說沒有原因 就是查無解 第二次才勉強就是說 反正他就是失速了 然後再根據你所說的黑盒子 或者通話紀錄器 這個我無法確定是哪個 但就是說他調查出來的順序 就是說他就失速了 好 一樣在3萬5千英尺 自動駕駛 那他為什麼失速 誰知 那我想到一個就是說 當時1994年 民谷無空難 那很不幸的呢 就是自家飛機是台灣史上 目前空難人數最多的 那我要講的是說 他也發生在一個很不可能 我個人覺得很不可能 主觀意見 這個飛機當時 他要降落民谷 結果當他降落的時候呢 這個副駕駛 他竟然把這個所謂的駕駛模式 是設定在重飛go around 電腦一直認為這架飛機 引擎設定go around要重飛 他是不是就是要這樣子 對 要重飛嘛 那結果呢 駕駕駛 他就覺得這是怎麼回事 我要壓低機首 為什麼壓不下去 各位知道為什麼 因為人的操作模式 跟電腦操作模式 互相 抄襪 強碰 結果呢 電腦認為這個水平安定 我就是設定